在《鬼灭之刃》第三季第四集中 我们将看到霞柱与森林中的丑怪鱼展开激战 上一集结束时 当炭治狼的声音在吴一郎的脑海中回响时 吴一郎立刻跑到了小铁身边 在第四集中 我们将看到吴一郎的个性更加豁然开朗 对于那些已经不喜欢他的人 给了一些时间让你看到他的全貌 因为接下来吴一郎将会是成为你最爱的角色之一 吴一郎发现丑鱼怪的弱点是背上的花瓶 他必须专注于打破花瓶 因为丑鱼怪不能像正常的鬼一样斩首杀死 此时小铁非常感谢吴一郎拯救 因为之前小铁可是被吴一郎羞辱和遭到无礼的待遇 照理来说吴一郎是不可能会去拯救小铁 然而吴一郎会主动去拯救小铁 在接下来的故事中 我们将开始意识到吴一郎的心深处可能有更多的秘密 以及他是怎么样加入鬼杀队 我们知道吴一郎有个悲伤的背景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主公大人欢迎吴一郎加入鬼杀队的那一天 目前由于吴一郎失去以前的记忆 所以我们会看到吴一郎渐渐的以往的记忆开始逐渐清晰 这也导致他为什么有时看起来好像健忘的笨蛋 因为他在过去曾经遭到鬼的攻击 所以他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 当时主公大人告诉吴一郎 情职考虑活下去这一件事 只要活下去总有办法 他的记忆绝对会回来 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安慰法 但这样能够消除吴一郎脑海中的迷惑 吴一郎抓起小铁 开始在森林中奔跑 试图将他带到安全的地方 小铁一直在说话 但吴一郎告诉他再说下去会咬到舌头 这实际上是叫吵死人的小铁闭嘴的方式 在接下来的剧情里 我们将看到吴一郎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但是在想起主公大人的话过 他认为自己可以做到 毕竟他得到主公大人的认为 他可是鬼杀队的侠主石头无一了 在其他地方 我们将回到炭治郎的战斗 他刚刚斩断半天狗分身的鬼 这个分身正准备向炭治郎发出巨大的音波 当炭治郎将分身的头劈开时 他们会重新形成为两个分开的嘴巴 也会向炭治郎发生音波 但正是在这一刻 炭治郎意识到 即使他们都同时向他发出音波 攻击力实际上已经下降了 这让炭治郎推测 当这些鬼分裂越多时 他们在前四个之后 变得越来越虚弱 我在之前半天狗的解说影片中有提过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吧 每个分身实际上都代表着半天狗原始情感之一 他们分别是半天狗的喜狗哀乐 在第四个鬼分身之后 再分裂出来的鬼其实是比较弱 因为他们不是核心原始组的一部分 所以炭治郎开始试着将这只鬼分身分成更小的部分 以便能够真正地消灭它们 但就在这时 飞行中的分身空喜现身并开始和炭治郎对战 炭治郎很快就意识到 虽然他很容易对付这个鬼的小分身 但本体分身鬼其实非常强壮和快速 当空喜飞过来攻击炭治郎时 他在炭治郎的胸口留下了一道伤痕 但是炭治郎反击 切断空喜的舌头还砍断了他的脸 接下来炭治郎终于开始战上风 因为他发现如果切断这个鬼的舌头 分身的再生速度似乎会明显减慢 让他真正能够和这个分身进行一场公平的战斗 在攻击这个鬼之后 他开始加速逃跑并且趁机在森林中进行偷袭 刮伤和抓伤炭治郎以避免被攻击 这时炭治郎集中精神深吸一口气 上来攻击这个鬼将他压在了墙上 炭治郎为了回到蜜豆子的身边 于是他打算利用空喜的飞行能力 炭治郎用自己压倒性的力量将空喜压制并击败他 然后利用空喜的飞行回到蜜豆子身边 在炭治郎还没有回到蜜豆子身边前 蜜豆子正同时对抗两个分身鬼 分别是激怒和可乐 蜜豆子与拥有送走无翼狼的扇子的分身交战 两者搏斗搏下 埃爵刚刚杀死全米 然后接下来试图攻击蜜豆子 但埃爵的毛无法从旋迷胸腔中滑出 旋迷突然抬起头射杀了埃爵 显示旋迷还没死还可以继续战斗 当受了伤的旋迷还可以战斗时 这让其他分身感到困惑 不知道他为何还没死 后来旋迷再次被袭击 看似已被击败 旋迷人坐下来做着叫做重复动作的念经 重复动作是炎柱兽给他的 因为他不会做拳击中呼吸 但当他做这个念经时 他其实能够模仿 拳击中呼吸效果 让他独闭鬼给他的致命攻击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重复动作和拳击中呼吸的相关内容 你可以看我上一期的影片 可乐也觉得旋迷非常允许 为什么还没死 与此同时可乐正与迷豆子战斗 他一脚踹中迷豆子的肚子 迷豆子也因此血流满力 然而迷豆子展现出超过想象的强大 一击强力的踢击把鬼的头差点踢掉 当他落地时 他撕下了鬼所抓住的自己的一只手臂 接着迷豆子发动了他的血鬼 吃鬼被他的特殊炎炎所燃烧 鬼尖叫着同时 迷豆子爬出自己胸腔中被卡住的 并抓住还撕烂断可乐的手里 可乐手上的那把厉害的扇子 轻轻一挥可以产生出强大的功力 根据之前的经验 通常鬼的扇子只有本人自己才可以使用能力 但是迷豆子却可以使用对方的扇子 迷豆子利用那个厉害的扇子击败其他的鬼 此时激怒把他的棍子插进迷豆子的脖子 然后不断地对他进行电击 让他无法动 就在这时炭治郎回到了建筑 看到自己的妹妹正在被激怒电击 炭治郎发现激怒的闪电 无法穿过自己的细胞 于是他使用另一个被打败的鬼的腿 来抓住那根棍子 从而避开被激怒的电流电击 炭治郎砍断了鬼的舌头 成功抓住了原本插在迷豆子身上的棍子 拯救他免于遭受电击症 然后激怒被迷豆子的血鬼出所燃烧 幸好炭治郎这个时候回来 否则迷豆子就会被激怒的法杖刺穿 而他无凡启灯至于奴隶 这将使整个故事提早结束 接下来可罗再次回来战场 他使用他的第二把扇子 制造出巨大的气流冲击 将迷豆子和炭治郎击分 他们现在处于危险情况 在建筑物内还有三个分身同在一个地方 而玄米也忙于自己的战斗 所以无法依赖玄米会帮助炭治郎和迷豆子 他自己面对一只鬼都已经非常之适 与此同时 吴依郎因为没有自己的热轮刀而处于猎势 他现在所使用的刀是原意临时之前用的刀 这刀有点威力不足 后来吴依郎遇到他的刀将师铁学森 铁学森告诉吴依郎的刀已经好了 刀现在还在小屋盾刀里 此时尚前驻武玉弘拦截他们 吴依郎和玉弘的战斗 将会在下一集进行一场史诗级的战斗 然而有好消息的是 炼柱更返回刀将村协助其他人 他在其他地方已经完成任务 现在已经准备赶回来 接下来刀将村天将会是全面战斗 我们有可能同时看到两位上前战斗 在目前为止 就还没有完全真正施展出全部的实力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 动画版会有所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迫不及待想知道下一集剧情会和漫画有什么互相 其实我希望可以看到 霞柱和炼柱多一点的战斗场景 而不只是专注在炭治郎身上 我想看到霞之呼吸和炼之呼吸有什么特效 因为有些画面在漫画看到不是很震撼 但一旦改成动画版那个感觉就有所不一样 目前第一季和第二季都没有让我失望 我希望住在战斗可以有更加多的场景 以上就是第四集的内容 你们对于第四集有什么看法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